開票結果 北市選民只有兩成三挺科 施政八年換這種結果 柯文哲這麼說 自認做很好 但談賴清德的選票拿不好 又換了個說法 今天只是因為台灣政局的關係 讓他得以繼續執政 但這並不表示說 民進黨真的做得很好 做得好不好和選民感受 當然有絕對關係 柯文哲這次在首都 只拿到三十六萬多票 大叔給賴侯各自的五十八萬多 而且十二個行政區 全盤皆末 沒有什麼政策 只有拆那個路橋 和那個把那個老人年紀 那個一千五砍掉 我沒有看到什麼政績 只看到一天都有罵人而已 只會講說我多省錢 我會還債 我公開透明 這些都是抽象的虛幻的 不是實質的政績 所以台北市民看在眼裡 給他打了一個超低的分數 台北市民用選票給柯文哲 本命區崩盤 老家鄉親也沒有權力相挺 柯文哲在老家新竹市 磐石裡拿到一千三百三十一票 雖比侯友宜一千零六十四票高 但也輸給賴清德七十六票 柯媽媽替兒子抱屈 但真正體驗過柯市市政的北市選民 等於打了一張總結成績單 3D新聞張桶宜 鄭志偉 台北報導 至少